之前傳出來講說 有到銀行 幾個銀行裡面 去查扣所謂的保險箱 你知道我們在媒體第一時間的時候 是報導講說 在保險箱裡面 事實上有查到近百萬的這個現金 結果我們想到陳佩琪 立刻就出來開記者會 幹嘛 對不起 我要修正一下 召開一個類記者會 因為他自己指定了三家媒體 類專訪 類專訪 但是他把金流講得好像好多 什麼有五大的這個金流 一千多萬這樣 但問題就回來了 六百一十九萬講清楚就好了 而且你從二零一六年開始 我都講 還好你沒有從盤古 開天辟地 女娲補天開始講 你家的事情 你這樣 但問題就回來了 你看減年現在開始擴大追查 是包含陳佩琪 還有柯家子女 甚至還有其他涉案相關的人等的 這些所謂的帳戶的部分 那我們就回來看 事實上在最近一段時間 柯文哲到底有沒有使用 所謂的加密貨幣 甚至使用區塊鏈 這個要從柯文哲之前 在當市場的時候 他曾經非常多次去要求 或者是提供 這個告訴大家講說 我們應該要走到數位貨幣的 這個階段 大家還記得那時候在夜市的時候 他不是講說 夜市也要用什麼悠遊卡 這些所謂的虛擬貨幣 還引起一對攤商的這個這個質疑 你看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柯文哲也還曾經說過說 競選帳戶 現在大家都要到銀行 去開一個實體的帳戶 這樣子錢來來去去 太麻煩了 他說要用區塊鏈來登陸 他說這樣子你競選經費 就無損頓討 包含到沈慶金 這個也都被調查到了 為什麼 他開始也有人爆料講說 他很想去外面玩 去玩的時候 而且現在誰還帶著大把的現金去 你也不太可能刷卡 那都用什麼 用所謂的泰達幣 就講吳子佳 吳子佳就說 這個沈慶金 他接貨爆料說 疑似可能用泰達幣 如果要行賄的話 在雲端上面就難以追查 這兩天你會看到媒體 就有開始報導講說 你是不是在什麼保險箱裡面 因為陳佩琪講說 我告訴你 我裡面有兩個五十萬 我是以倍不時之需 應急之用 那待會就很奇怪 你平常會給子女的錢 都超過這個五十萬的多少倍 你還說我另外放一個五十萬在哪 有沒有其他的 這個所謂的檔案 也放在保險箱裡面 當然減聯 在這個所謂的禮拜 禮拜六的時候 看到開始報導就出來 講說減聯說沒有 根據檢方的回應 我們大概就可以看得出來 USB應該是真有其事 而且他講說與事實不符 是不是只說在保險箱裡面 查到USB的這件事情 與事實不符 但你其他地方有沒有找到USB 檢方沒有證實了 他就沒有證實了 那所以我現在就回來看 因為新聞 他一直不斷的在脈動 USB可能不見得 只有在保險箱裡面 因為柯文哲自己 家裡就有查到了 對啊 柯文哲自己也講過 所以你剛剛特別看到那一點 檢方對於第一段 大家講USB裡面檔案 他就不予置評 但是這一個他就出來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 與事實不符這樣 希望大家不要再這樣傳 可是我就回來看 為什麼外界在這件事情 會有這麼多的聯想跟空間 其實老實講 民眾黨一直批評說 就是檢調在放消息 就是媒體在報導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有很多動作 是柯文哲先做的 比如說他本來不是兩個律師嗎 突然說我們增加了另外一個大律師 這一個叫做蕭逸宏 那時候大家其實我跟你講 律師界很多人對他不是很瞭解 不是很瞭解 為什麼 他非常的這個保護個人隱私 非常保護個人隱私 那可是他過去的這些經歷裡面 你看他當過這個法官檢察官 甚至他自己本身在網路上面 他也都很活躍 但是我講他的私生活 跟他的個人的那些東西 其實你真的問很多律師界的人 很多人就覺得說 對啦 我們知道他 但是對他真的沒有很深的這樣交集 可是差別在哪裡 你知道嗎 他其實是CHFI的這個 所謂的治安監視專家 這些都是國際認證 而且他也擁有這個CH白帽 駭客的認證 你知道我們有很多的這個政府機關 要做講師或幹嘛 授課都找他去 問題就來了 柯文哲 所以他是網路高手 不只是網路高手 他其實對於金流 或者是對於資訊安全的這一塊 他是非常非常的 有他的學友專精 所以柯文哲團隊在找了他 該怎麼解讀 那問題就來了 柯文哲現在這個案子叫做什麼 就是你是不是涉及徒利 是不是涉及行賄 那主體是不是 如果就金華城這個案子來講 是不是就金華城的這一塊 你如果找這個所謂的法界的人士 他對於整個的這個所謂的 招標工程 招標的流程 或者對於建築專業 甚至對於容積率等相關法規 非常熟識的 這種都是專精的部門 如果你找這種律師 我老實講 大家都絕不會有意見 對 行案的台人辦會 像這種的 在德哥就知道要找 那種對台人辦會有專長的 你突然沒事找個資安專家 就有很大想像空間 那到底是為了 你是怕被破解嗎 因為通常他過去所擔任 這個姿勢是 教人家怎麼樣防止被破解 防止被入侵 結果不是啊 現在我找一個來 你是要防誰入侵你的 還是破解你什麼 這個很奇怪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剛剛講 他先有這個動作對不對 所以檢方也加入了一個 陳文錦的這個檢察官 這個檢察官 檢方找他是有道理 要攻破這個虛擬貨幣的部分 但是柯文哲找他來做防禦 就比較不知道該怎麼解讀啊 沒有還有一個是先後順序的問題 就如果說檢方說我先找一個這個來 你說我律師也找來 這也很奇怪 如果按照陳佩琪的講法 你看他那天記者會 那個類記者會 類專訪 不是都把這個柯文哲的帳戶 一個一個都公開給大家看 雖然碼掉一大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東碼西碼 有一些什麼繳什麼電費 瓦斯費 那個他就留著 其他就把他碼掉 碼掉你是不想讓人家看 為什麼那個可以看 那個不能看我也不知道 但差別是 如果柯文哲你先找了這種 這個律師 那對於檢方來講 他一定也會 他也會覺得奇怪 你如果不知道 你找這個是什麼 你是不是有資訊的東西 怕被人家破解 怕被人家知道 當檢方找來了 加密貨幣金流分析的高手 對上柯文哲找來的 所謂白帽駭客的時候 我們金爆新聞線 也要找來非常熟悉 並且了解 專攻加密貨幣法律的 明律師來現場講一下 這點件事情發展到 就你的了解 你有沒有聞到 有加密貨幣在期間的味道 因為現在工房當中 分別有這樣的一個專家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味道 以及現在檢方在偵辦 這個金流的時候 有哪一些點是你覺得 如果不突破這案子 根本辦不下去的 是 主持人 首先這蕭律師 是很有名的 我們律師圈也常常會收看 為什麼 因為他是知名的自媒體 他的一起讀 這個對不起 一起讀判決 他長期會整理加密貨幣 金融科技有關的判決 那我們律師也會定期收看 可是目前柯文哲到底有沒有使用 加密貨幣案 很遺憾 現在各界有各種錯誤的觀念 有兩大錯誤 第一個 USB就是USB 它不會突然一時間就變成了USDT 美元穩定幣 等一下我會說為什麼 再來第二個 把加密貨幣當成是神燈精靈 好像壞人這樣摩擦一下 他的就可以心想事成 洗錢就洗出去 這也是錯誤的 今天柯文哲案要使用加密貨幣 基本上就是三種樣 三種樣態 第一種樣態就是 這個USB的這個隨身碟 可能會不會有儲存 所謂加密貨幣的私藥 private key 私藥是什麼 私藥就像是動用加密貨幣的鑰匙 你擁有這個鑰匙 你就等於是加密貨幣的所有權人 擁有者 沒有私藥丟失私藥 你就失去了所有的控制權 所以這個私藥就是一個密碼嗎 對 私藥可能是一串的亂碼 全世界就唯一這一組 也可能為了方便你記憶 變成12個註記英文單字 這個單字的順序也要完全固定 你才等於是擁有這個私藥 這個私藥有可能像成一個檔案一樣 被儲存在USB裡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私藥就不可能存在在任何一個檔案 否則這個私藥一外洩 等於錢就不見 今天柯文哲案看起來可能有USB 但這個USB裡面如果有私藥 那跟主持人報告 在這個案子裡 等於是直接扣押了加密貨幣 為什麼 我們的形式輸送法規定 電磁記錄 它是可以被扣押的 而現在實務上 所有加密貨幣的私藥 都會被視為電磁記錄 而且不管你金額小到一千萬一億 十億一百億 通通都可以被扣押 所以如果今天USB裡面有私藥的話 等於是本案的金流已經被發現 那其實坦白講可能就不會有無保賜回的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第一種途徑可能性是相對比較低的 再來第二種就是冷錢包儲存 有媒體在謠傳說 陳佩奇的保險箱出現冷錢包這件事情 而冷錢包其實它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更方便了 冷錢包必然會伴隨著錢包地址 就像主持人 您的錢包的銀行帳戶就等於是加密貨幣裡面的錢包地址 人家有你的地址就可以把錢打給你 像要打押稅錢啊 要去支付什麼 你就打這個錢包地址 所以是可以公開的 知道了冷錢包的錢包地址以後 你可以把所有加密貨幣的金流通通掉出來 為什麼 加密貨幣有個特性 它所有的交易紀錄都必須要是公開透明 紀錄在帳本裡 而且有全世界的一些網路參與者 來備份這些紀錄 所以有冷錢包等於有地址 有地址 我們現在的包含檢調也有相關專家進來 就可以把所有的金流把它通通查出來 所以其實只要有這個冷錢包的地址 金流就勾進出來了 沒錯 所以你說虛擬貨幣的金流說難查 好像也難查 說好查 你只要掌握這個關鍵就查出來了 沒錯 那所以現在到底如果有冷錢包的話 那確實會在本案是一個突破性的一個關鍵 但是最新北檢有澄清說看起來在這個保險箱裡面沒有看到有冷錢包 第二個途徑這是有可能的 再來第三種就是最後一種 有沒有透過第三方的包含了加密貨幣的交易所 場外交易商幫你來賣幣 你把你手上的幣賣給交易所或場外交易商 我支付給你現金或者我用電匯轉帳的方式 這也是有可能 但是在目前本案我們沒有看到任何這種證據 所以這是有涉及到加密貨幣的三種的途徑 可是你們律師界來看 這個柯文哲的案件找到蕭律師到底該怎麼解讀呢 就是他的專業就是資安見識專家 甚至白帽駭客 是蕭律師他真的是蠻厲害的 他其實過去在檢調的這個實務經驗 他其實也是刑事案件的專家 那當然他在資安上面也有他的厲害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案子裡面 他其實在刑事跟這個金流上面 可能都要注重他的專長 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